美方对台受武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近期美台不断加大军事勾连 美国25家军火商组团窜台 与民进党当局举行所谓防务论坛 再次表明美方正在把台湾变成火药桶 遭殃的是广大台湾同胞 对此台湾同胞的态度十分明确 就在论坛举办地附近 台湾各界各团体的代表高呼口号 抗议战争贩子都受战争 反对以美谋独引狼入室 劝阻台湾青年不上战场 呼吁两岸一中台海和平 民进党当局应当认真听一听台湾同胞的呼声 立即停止为一己私利出卖台湾同胞根本利益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受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停止制造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利措施 坚定捍卫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外部势力 都将为其错误行径承担责任 付出代价 对不起